大家好,我是谢涛 正在播出的三国系列主要参考资料 刘不贝先生的《指三国不演绎》 如果在收听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 欢迎您向我提问 《听世界》专辑首页上 在主播名字下面有《向他提问》这个案件 点击即可提出问题 我非常乐意尽快回答您的疑问 谢谢您的关注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刘备又逃了 这回是逃到袁绍那儿了 要说袁绍父子对刘备吗 还是轻心尽重的 还真把他当个宝贝了 刘备算是又看到希望了 等了一个多月 手下被打散的士卒又逐渐归来了 刘备把他们给聚拢起来 全攻袁绍调遣 没办法 也只能如此了 寄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吗 而这个时候 曹操与袁绍的大战 正在如火如荼的准备当中 刘备自然也不能闲着 因为刘备肩膀上还扛着一个 他不愿意承认 但也不得不承认的光荣的头衔呢 这就是炮灰 这也是寄人篱下的悲哀吧 更让他沮丧的是 自己的好兄弟 关羽 居然任贼做父 帮曹操打工去了 想起好兄弟 即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 刘备心里 实在是很难受啊 但是 这个时候 难受有什么用呢 刘备必须继续玩他的藏心术 刘备是不愿意臣服曹操的 当然 也不愿意臣服袁绍 刘备是不想做谁的臣的 他只想做自己 年轻的时候 在大桑树下发誓 舞弊当城池羽宝盖居 从那个时候开始 刘备就信奉这样的人生信条 这世上 靠得住的只有自己 也只有自己 才能创造完美的人生啊 曹操那便乡 收拾完刘备以后 并没有立刻跑回许都 庆祝伟大的胜利 而是马上回到关渡前线了 要说曹操 回来的时候 也是一头冷汗的 哎呀妈呀 这一趟是有点任性了 还好啊 袁绍这傻帽 没有趁这个时间差来打自己啊 否则啊 这一回自己就有够难看了 哎 这个时候 轮到袁绍来劲 他收了刘备以后 觉得自己在关渡前线的胜算 又多了几分了 于是就决定 加快渡河 进攻许都的步伐 大概这个时候 他的小儿子感冒已经好了 可以去打仗了 于是又召开了一个会议 听听大家的意见 会上他就说了 那什么 现在 啊 攻打许都的时机 成熟了吧 别人还没有出来发表意见呢 那个老田丰又出来抢到沙发了 袁绍一看 哎 抢先发言的是田丰啊 心里一爽 因为这老田原本就是主战派嘛 上一回 别人都还没说话呢 他就独自跳出来说 一定要趁曹操出征刘备的时候 兜他牢底 抄他老窝 这一回 他又蹦出来说事了 那不用想啊 绝对是过来顶自己的嘛 预计着啊 这个老同志 应该是先拍拍自己的马屁 然后 再把打曹操的美好前景描述一番 最后一句话 老大 只管去打 我们通通都顶你的 没想到 袁绍在那乐滋滋的 等着边拍马屁呢 那个田丰 却开始啪啪地打他的脸了 因为田丰这一趟 是来提出反对意见的 要说啊 给袁绍这种人献祭啊 其实心里是挺累的 不光需要把计策 给他想到位了 而且在献策的过程当中啊 语气啊 巨事啊 语境啊什么的 通通都得仔细考量的 要达到在献祭的同时 不失去凤城 啊 在凤城的同时 也不忘把计策一块一块地献上去 要是单单把计策说出来 也不要紧 但 必须选择袁绍的长处来说 千万不能接他的短板啊 一旦冒犯了 那袁绍肯定和你玩命的 哼 碰到这样的老板 手下的员工也是有够倒霉的 可惜啊 田丰太耿直了 他献策的时候 肯定没想到这一点 他只想到 现在 拖拖拉拉的袁绍 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战机了 老板你反应的速度啊 实在是太慢了 从你的大脑走到你的四肢 我都能到徐州逛一趟回来了 所以 田丰泼凉水是很不客气的 他说了 曹操已打败刘备 肯定已回军许都 现实许都 必不空许 曹操这个家伙 老奸巨划得紧啊 手下部队人数虽是不多 但善于用兵 不可请示啊 少有不慎 必值大亏 所以 主公啊 现在不如来个持久战 看清形势发展再说吧 咱们一边和他玩持久拉锯 一边慢慢盘活我们手里四个大洲 把各项基础建设都搞上来 然后再打搞外交活动 争取联合更多的朋友 形成一个抗操的统一战线 随后 玄套金兵分成几路 不断骚扰他 让他顾都顾不上来 连搞农业生产的时间都没有 到其实我们这边还很有力量 而他那边已经又困又累 已在下余见 不出三年 就可以把他完全拖垮 而现实若硬把所有力量 集中在一块 和曹贼决以死战 如若成功 自然是好事 难若不成 以后咱们就只剩后悔了 在这个时候 天风说这样一番话 虽然不能挑动人们的神经 让大家血压都升高 但绝对是合理的建议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如果按天风这么做的话 曹操基本没得玩 可是在袁绍这儿 正确的意见 似乎永远不会被采纳的 他每一次开会 似乎都是为了征集 把自己事业 推向失败方向的意见 这回也是一样 听完天风的话 脸色一沉 心里咯噔一跳 你这个老家伙 说的净是些废话 要说袁绍这个人 虽然优柔寡断 可是一旦自己脑子里 决定的事情 管他是对是错 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所以他当场就否决了 对田风的建议 不予采纳 说到田风的纲 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袁绍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这个老头子 还真的就不依不饶的 非得让袁绍 按自己的意思来不可 当然我们是知道 田风的话 那是忠言逆耳 但是你这么搞 对于领导来说 就有点过分了 要知道 你的老板袁绍 那可不是一般的要脸 你要是让他 在大厅广众之下下不来台 他可能让你这一辈子 都上不来台的 田风就没想到这一点 继续嘴硬 呸唧呸唧地在那讲 为啥为啥不能进兵 如果一旦出兵 会有怎样怎样的后果 袁绍听着听着就恼了 你这个老家伙 怎么唠叨起来 没完没了的 你不是扫我的姓吗 当时就发了飙了 破口大骂 大胆 你这是搅乱军心 哇 这个定性可是有够严重的 是必须受到军阀处分的 于是 田风就被带上了刑具 被当成违法乱纪分子 扔到大牢里了 袁绍的意思就是说 我直接给你抓起来 看老子取胜以后 怎么收拾你 你这老东西 等老子从许都得胜归来 到时候再把你放出来 和你说道说道 我看看到时你还要不要你的老脸 好 别人一看 田风说话 得到这个下场 那还敢发反对意见吗 根本就没人吱声了 袁绍一看 很满意 嗯 大家不是都没意见吗 成了 立刻向各州 下发文件 罗列曹操 一大堆的罪状 啊 原来这个曹阿满有这么多罪名啊 所以 不打他 打谁啊 等把这些前期工作都做好以后 公元二百年 也就是建安五年的二月 袁绍高调宣布 向黎阳进军 一场史上有名的大战 关渡之战 就此拉开了大幕 公元两百年二月 袁绍带领十万大军 建职许都 关于这一场大战 谜团其实蛮多的 别的先不说 先拿兵力来讲 史书上有据可考的 是袁绍兵力达十一万左右 这个似乎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如果有疑问 你可以查书啊 但是关于曹操的兵力 说法就千奇百怪咯 有些观点说 曹操当时手下不足一万的 有些说有两三万的 也有说是五六万的 啊 不会吧 当时曹操兵力不足一万 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事实上 说不足一万人的 居然是来自于三国制 在三国制五帝纪当中 有明确的记载 但这种说法一看 就值得很荒谬 要知道曹操之前 东征西讨的时候 打败了杨凤 打败了陶谦 击败了袁绍 击败了吕布 又把刘备给打跑了 这一路以来 一直在打胜仗啊 那真是顺风顺水啊 别的先不说 光昭安的降丁 都不止一万吧 况且 现在曹操 还拥有好几个州的地盘呢 在这些地盘上 抓点壮丁什么的 也不是难事啊 更更重要的是 他之前 还招降了青州军三十万呢 所以 三国制这么记载 我们只能说 有这么两种可能 一种 三国制是认为 曹操把士兵都派去农耕了 所以那些人 是不能算直接打仗的人的 这一万人 是指随时能调动的 跟在曹操身边的长辈部队 第二种情况 那就是 当时曹操在吹牛 有意麻痹对手 所以 到处去放风 说 我好可怜哦 手下兵力不足一万哦 对付起袁绍来 那真是捉襟见肘啊 哎呀 看起来 这一回啊 袁老大一定会赢的 这种风声放出去以后 那自然 袁绍也就放松警惕了 于是 这种说法 传着传着 就传到三国制里边 被记载下来了 当然了 不管哪种说法 都是我们后人在猜呀 陈寿在记载这个数字的时候 到底脑子里在想什么 这已经无从可考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万人 实在是不太可能 你想啊 以曹操的聪明 他当然明白 现在是和袁绍摊牌的时候了 尽管在战略上 要藐视敌人 但战术上 他绝对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对面都派出十一万人马了 我老曹 还真的派一万人 去鸡蛋碰石头啊 不可能吗 就算这一万人 是天兵天将 曹操也不敢如此放肆的 所以 说的客观一点 曹操的兵力 比不过袁绍 但绝对 不至于这么可怜的 兵力少这一点 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 看出来的 当时 承玉到眷城 去当一把手 但是手下 只有区区的七百人 要知道 眷城 可是和袁绍对峙的前线呢 只有七百人 守住这个军事要塞 不管怎么说 也太可怜了吧 如果曹军 军力充沛的话 布置在这里的 起码要有七千人才对 连曹操自己都看出来了 不成呢 眷城 可是自己的发家福地啊 城域 也是手下的得力谋士啊 带七百人在那守着 这不是要玩死老城吗 于是 曹操决定 给承玉增兵 增多少兵呢 说起来也好笑 才给了两千人 一看到老板给自己增兵两千人 这个镇威将军承玉 不干了 坚决推辞 不过他推辞的理由 一说出来 大家伙下巴都给吓掉了 他不是嫌少啊 他是嫌多呀 啊 加起来一共才两千七百人 承玉你还嫌多呀 诶 承玉就是这么牛 他对老板说了 博弊再给我增加兵力了 现在 袁绍带领十多万大军前来 如若看到我只有几百兵马 势必不会把我当回事的 懒得向我发动进攻的 但是 主公如果你给我增加兵马 那就不一样咯 经过这里的时候 他肯定要先把我吃掉 心里才会觉得踏实的 虽说主公给我增兵两千 但也抵不住袁绍挥拳一击呀 还不如 干脆就别增加军队了 卷程这方面 主公啊 您就别担心了 哇 真是至于死地而后生啊 作为一个谋士 承玉能这么想是智慧 敢这么做 那是胆量啊 那么承玉有没有说错呢 还真没说错 袁绍大军很快就来了 得到了卷程的情报 听说承玉就带几个老兵 在那守着 天天只是在街上 维持秩序瞎晃悠 还真的就不当回事了 连看都不看一眼呢 我袁绍要捉的是大鱼 这种小鱼小虾什么的 我袁某人能看得上眼吗 待我拿下许都之后 回头我打个喷嚏 就把这承玉给淹死了 你信不信 于是 这袁绍就真的绕开了卷程 走了 真的就这么走了 知道了这事以后啊 曹操身为佩服啊 说 承玉之胆 过于奔欲矣 承玉的胆量啊 真是让人佩服啊 真是比当年的孟奔夏域还要牛啊 孟奔夏域是谁啊 这俩人都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力士 这孟奔呢 就是当年和秦武王一起跑到周朝太庙里边 去玩举重游戏的那一位 而夏域是当时的魏国人 是卫生的那个魏啊 他出名的地方也是力拔牛尾 举顶千军 曹操把承玉比作这两个大力士 那确实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对比田锋和承玉 一个是袁绍手下的谋士 另一个是曹操手下的智囊 两个人都很有头脑 同样都可以为主公的事业 不顾个人的安危 田锋是拼命敬见 承玉是冒死守城 可是他们得到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田锋最后被自己的老板扔到大狱里去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说了老板不喜欢听的话 而承玉却得到了老板高度的评价 原因是他做到了自己的老板也未必敢做的事 两下比较 大战还没开始之前 在收拢人心方面 袁绍又输了一阵了